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确实也存在 所以我们就会涉及到 物质滥用的有一些影响严肃 比如说内在的孔酮孔化确实可能带来物质滥用 因为孔酮孔化是他自己产生低自尊 产生抑郁感 他可能就会寻求酒精药物来缓解自己内在的心理压力 来逃避自己这种心理负荷 另外对于性语性别少数当神来说 出柜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物质滥用的情况 出柜之后 不被接纳导致更低的自尊 开始有多重的压力 希望通过在物质滥用这样一个手段来得到解脱 此外 儿童期的性虐待的经历 如果没有很好的创伤的疗救 也可能转而求助于酒精 再比如 感染HIV之后 低自尊感 沮丧感 也可能会引发物质滥用 在讨论性与性别少数者的物质滥用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到环境的影响因素 这个因素指的就是 在一些同性恋社群的酒吧里面 存在着一些物质滥用的同伴的压力 性与性别少数的酒吧 是他们结识同伴 找到支持自己的社会网络 获得同伴支持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种酒吧和其他类似的聚会场所的存在 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在酒吧当中 别人使用毒品或者药物或者说酒精 那么你不使用 可能你就会有隔离感 疏离感 所以在那个情景下 同伴压力也可能带来 酒精药物的过多的使用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因为他们急于想改变自己的性别 或者因为对激素的不了解 而出现的激素滥用的情况 也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在青少年的同性恋者当中 物质滥用可能还和他们对于自我接纳度的低 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他们可能会通过物质滥用逃避自己面对的压力 甚至于他们可能会通过酒精来使自己的性行为合法化 比如说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同性恋性行为 但是喝酒之后他就可以说 我这是喝醉了才有了这样的性行为 这些都可能是一些同性恋的青少年 来自我麻痹的一些方式 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讲 身为女性和身为拉拉的双重压力 也可能使他们求助于酒精和药物 来得到暂时的解脱 当然还是要跟各位说的是 这不是同性恋跨性别者当中的普遍的现象 但是虽然不普遍 但是存在 存在我们就有可能在咨询当中接触到 当然这样的来访者通常不会仅仅因为这样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访 我们可能需要和其他问题综合在一起来做分析 再跟各位分享的是 物质滥用咨询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三点原则 第一个我们对来访者肯定性的这样一个态度是关键 这不是说我们要肯定支持他物质滥用 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们要避免基于偏见认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是物质滥用的原因 有一些咨询师面对这样的来访者会说 因为你是同性恋 所以你可能吸毒等等的 但是异性恋也吸毒 异性恋也有物质滥用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错误的认识抛除掉 这个错误的认识背后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污名化 而不是肯定性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肯定性态度 我们要提供与其文化相适应的咨询 我们要对来访者保密 我们要注意到来访者的问题具有符合性 可能不仅仅是物质滥用的问题 也许他只是谈了物质滥用的问题 我们要帮助他挖掘到后面的问题 比如说身份认同的问题 出柜带来的压力问题 伴侣冲突的问题等等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是 我们要了解物质滥用的情况 正确的转介 我们有一些关于毒品的知识 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 很多新毒品也不断的出现 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 物质滥用的纠正 严格的讲 已经不再是心理咨询师 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了 第三点 我们的咨询当中 要帮助来访者战胜 孔同孔化 获得自我成长 实际上 在针对性与性别少数 来访者的咨询当中 无论是哪个问题的咨询 都要包括这样一点 帮助他战胜自身的孔同孔化 获得成长 以上部分就是和各位简单的分享 物质滥用 咨询当中应该注意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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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